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 两岸ING 中国大陆民众前往香港购买民生用品 最近引发香港民众反感 进而采取抗议行动 甚至还演变成香港民众之间的质地冲突 为什么大陆民众争相前往香港采购民生物资 那么香港民众又为何会有如此激烈的行动 那么在去年战中行动退场之后 我们要如何观察香港社会的变化 把问中华大学行政管理系副教授 增进原观察解析 非常欢迎曾副教授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最近香港民众的抗议行动似乎是重演 两年前大陆民众前往抢购奶粉的场景 我想首先先请教老师 您观察为什么大陆民众要抢购香港的民生物资呢 我想主要是大陆民众对于大陆生产的产品 没有信心 所以他们也是基于他们民生上的这些需求 所以他们到香港去采购令他们放心的这些生活必需品 所以前往香港因为地缘可能也比较近的关系 不过我们进一步来比较这两次的情况 同样都是引发香港民众不满 其实也观察到了香港政府也分别采取像限购令 就是一次只能够带几瓶几罐了 还有紧收自由行 这次有取消一千多型的政策 这也是跟中国大陆政府在商讨之后所定定出来的 比较不同的是 在前不久所爆发的香港民众因为抗议行动 而导致的肢体流血冲突事件 是由民间组织所发起 不晓得老师怎么样来观察 这是不是显示香港当地是不是有某些地点的崛起 对 最近几起的这种冲突 主要就是香港本土民主前线 或者是香港热血公民等等这些团体所发起的 这个在之前 它主要就是以香港的本土派 或者所谓香港的港独的力量为中心 在雨伞运动的这个期间 这股力量比较是不服从 不听从这个血连的这个指挥系统 或者是民主党的指挥系统 那么在今年它重新集结 然后现在就是专门针对水火客的问题 来进行这个大规模的这个示威的这个动员 那我想这个主要的这个领导人 核心人物就是那个城邦论 香港城邦论的这个创意者 就陈云了 那我想陈云在香港的舆论界的这个崛起呢 他主要就是他读书一个的这个香港城邦论 那这个在北京的眼里被认为是香港独立的这个政治的主张 那这已经好几年了 而且这个所谓港独论呢 不断的受到这个北京啊 官方媒体的这个指责 那也有北京的这个学者 那么也对于这个港独论呢 提出了很多的批判 那所以在这样激荡之下 再加上这个陆港之间 因为自由行所引发的香港社会的紧张 因为他空间狭窄逼着 所以引起了这个香港民众啊 对于那个大陆这种大批人群啊 对于他们生活空间的这种骚扰 这一种不安或不满 再加上那个北京的这个对香港的这个一国两制 维持的这种尺度上的这个问题 所以就引发了这个中港之间很多的一些摩擦 那对香港的这个本土派或港独来讲 就是说这个正好将一个香港的整体的一种社会的氛围 包括政治上经济上以及社会 还有文化等等这方面跟中国之间一种矛盾 那正好酝酿了香港城邦伦或本土政治力量 很重要的一种土壤 那我想接下来就是香港立法会的选举啊 会即将登场 所以我想最近的这些所谓的光复的这些行动啊 我也认为也许也在为这个未来的这个立法会选举布局 的这个可能性 是 那么就在战中行动告一段落势上 包括学宁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这些战中的阵线啊 也似乎是还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标 老师的观察可能会有这个拉长颤线的可能 不过那一次就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也探讨整个战中行动 大概持续两三个月 后来慢慢的退场之后 我们也分析那为什么没有办法达到预期目标 大概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整合 那么这股像刚才拉松你所分析 不管是港独或香港本土力量 会不会就随着2017年 这个香港特首普选 在这段期间会有所串联吗 还是其实是各自呢 会打着自己的一个旗帜 然后去实现他们所要达成的目标 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大的目标 就是希望说香港能够就在一国两制 框架能够充分实现港人自治 那可是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北京的这方面的控制是越加的紧缩 所以就香港这个本土派或泛民派来讲 他们当然有共同要去解决的问题 那可是我们也看到就是因为政治资源的有限 那所以我们也看到泛民派本土派之间 他们在政治资源的抢夺上面 他们彼此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 所以香港的政党的分化情况非常的严重 或者相当零碎 那香港也缺乏就是比较具有这个声望的 这个反对派的领导人能够来整合各方的力量 这个我们从香港民主派在争取普选的运动过程当中 或者是那个雨伞运动 我们都可以看到那种中心的一种整合领导的一种力量 并没有形成 我也看到就是说属于比较激进的本土派 他当然也会在这个当中找到他的空间 因为如果说你香港 大家找不出来一个具有声望的 然后具有领导能力 然后大家可以互相分工合作 分进合体的将一个联合战线出来的话 那大家只有各自努力的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这个本土派他为了维持他的生存的这种能量 那不断的去创造一些议题 那甚至进一步呢 在这个未来有关于普选的问题上面 可以取得更大的发言空间 甚至在立法会的选举 能够得到席次 我想这个都是在这种形式之下 他这个寻求自我的这种生存 我想这个就很自然而然会发生的 寻求自我生存似乎是难以整合 彼此之间矛盾 在社会当中情况会不会越来越严重 我觉得有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就是说毕竟资源有限 然后现在怎么看起来 港府或者北京的立场非常强硬 另外就是说北京其实有相当丰富的资源 可以去运用 所以他可以对于这些民主派 进行各个急迫 收买或分化等等 或者是俄语等等 这种方式去制造他们内部的一种 对立或矛盾或怀疑 猜忌 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想象出来 共产党会运用的一些策略 整个舆论或者媒体的环境也不利于泛民派 或民主派 因为这个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的媒体 大部分都已经 就是说收买或者他们 这个自我审查 都这样情况也形成 所以这个舆论的媒体的环境 是不利于他们的 当然 唯一还可以运用 可能就小众媒体 或者是这个网络 这个他们还可以运用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你对于大部分的香港的民众 我说他并不是这么熟悉 这些科技 现在科技的传播工具的话 那么显然 他们的影响 没有办法达到那个世代 的香港的市民 当然就是说 最后就 如果他缺乏对外开拓 这个社会支持 或跳远的能力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在有限的资源当中 来互相抢夺 是 最后也要请教老师的是 您观察中国大陆在处理 当然有关战中 反战中 这个征卜选的毅力上 在这个政策或手段上 是不是趋于比较强硬一点 但是呢 对于比如说 大陆游客到香港 不管是旅游或者是购物 从这几年所引发的 之间的冲突跟矛盾 您觉得中国大陆 会怎么样来处理呢 我觉得从这次的 那个北京的反应 他现在也注意到了 就是说 他跟香港之间的 政治上的分歧 他必须要做有限度的控制 不要让他扩散 变成两地社会之间的冲突 表面上来看就是 随后客的问题 或者是自由行 或渡客的人数过多 等等这些问题 好像是非政治性的 过去的说法就是说 有助于香港的经济 可是它的那个负面效果 也产生了 因为你如果没有限制的话 没有有效的管理的话 那对香港的那个经济的秩序 或者社会的这种安宁 造成很大的妨害 这个问题香港社会 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反弹出来了 那如果你再加上那个政治上面的一种控制 或影响 这很容易造成这个所谓港独力量 在香港人民的一种情绪 情况之下呢 会得到高度的一种鼓励 那这个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它的统治正当性来讲 它就对内宣传的 就是说一国两制 它的一种成功 那这都是当下很明显的一种反正 所以我想它是不乐见 这种情况的发生 所以把可能引发了 那个两地社会的一些冲突的因素 慢慢的把它解消掉 那最难解决的政治问题呢 让它暂时先 也许是这个延后处理 或是低调处理 我想这也许是目前维持 它在渡港关系 那现行的这个政治秩序 可能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好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中华大学 新政管理系副教授曾建源 从香港民众抗议 大陆民众前往购买民生物资 来进一步探讨 香港的本土意识崛起 还有后续的发展提供相当深入的观察 非常谢谢曾副教授 谢谢您